第142回 昨天說到 連星公主他們 將魏毛牙那些石蝦的兵令 扔爛了 但是一刻不隨意 魏毛牙竟然走了 大家回頭看看 唯一進來的門已經關緊了 四面都是石壁 而且連星公主他們用這麼重的石頭去扔 石壁是動都不動的 可想而知 好堅固 蘇英真是不明白 魏毛牙要困死他們 要不要將他們騙進來這個地方 小魚就告訴他 說魏毛牙這樣做有很多理由 第一 他將他們困在這裡 自己就可以自由活動 甚至還可以大吃大喝 等到他們死了之後 他就可以走人 用這樣的法子 就叫做自知死地而後生 一計之中還有一計 主要目的呢 是想騙他們進來這裡 在外邊說那麼多事 做那麼多事 都是做戲 現在 他們 就好像一群困在籠裡的貓子 等著做戲給他們看 這樣說 蘇英聽到無出聲 過了陣 小魚又試笑著說 我臨死前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真連我自己也想不出 我說不是 蘇英呀 我會疼你 你怕不怕 你怕不怕 我們兩個人 不就永遠變成一個 我怕什麼 小魚真的怎麼也想不到 他會這樣回答 看了他很久才嘆了一口氣 他會說 自可惜 你太聰明了 如果不是 說不是 我真的會喜歡你的 這樣 我聽說女人生了小孩之後 就會 變得 蠢很多 如果比著平時 小魚聽到他這樣說一定會放聲大笑 但是這一陣子 他只是覺得心裏面好甜好甜 又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酸楚味 他都不知道 究竟是什麼滋味來 只是知道這種滋味從來都沒領略過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小魚突然起身 走到那副青石棺材的前面 將棺材蓋揭起 當是棺材的前面 又將四周圍的碎石 在棺材的兩邊 一對對堆起他 那宜花公主呢 也搞不清楚他想做什麼 越看越覺得奇怪 雖然 忍不住想說問 但是又很希望蘇英去問 但是蘇英呢 唉 現在心裏面 充滿了柔情密意 那雙眼含笑望著小魚兒 也都不開口問 似乎好了解小魚兒 為什麼這樣做 過了一陣 小魚就自己說 哼 吃飯 飲水 餓屎 餓療 睡覺 這五件事 誰人都要做 現在 我們雖然 就沒東西吃了 但是以前吃的東西 怎樣都要放出來 啊 難道我強行忍啊 忍不住賴一落膚蟹 豈不是更壞 所以 我弄這個地方 來給大家方便的 宜花公主 臉都紅了 就不知道怎樣罵他好 只見小魚兒 將碎石 在棺材的兩邊 淋在兩棟牆 再加上那塊棺材蓋 真是整個茅房的款 他拍拍手笑著說 嘻嘻 嘻 得光了 在下 一向敬老尊嚴 兩位若果要用 那就請用先啦 宜花公主 臉紅紅 噴一噴腳 零轉身就不理他 小魚又看著蘇英華 那你呢 蘇英的臉也都紅了 他說 我 我現在不 不想呀 既然是這樣 我就不客氣了 拱完 他就捐了進去 過了一陣 才慢吞吞吞地走出來 坐下來 閉上雙眼 睡大覺 過了一陣 蘇英就突然忍不住 偷偷地起身 就向那邊走 誰不知 他身體一動 小魚單開一隻左眼望望 他說 嗯 怎樣 要去了 嗯 你真是壞呀 亦都不知又過了多久 連星公主 鼓到臉紅紅 再過了一陣 兩隻腳仔都發震了 他聽到小魚兒在扯避寒 連星公主突然之間 一陣風感就飄了過去 嘿 他就算跟最厲害的對手過招 也沒用過這麼快的身法 誰不知 小魚兒突然間 嘻 笑了笑 他說 嘻 你現在就不會再罵我沒禮貌了 反而應該感激我才是 在接下來的兩三天內 一天就被一天爛咬 在他們感覺之中 這兩三天好像十年那麼長 突然 屋頂上打開一個飯碗那麼大的洞 還有一件事在上面 聲音掉了下來 嘻 竟然是那個洞友來 蘇英是眼睛睛地看著這個洞友 他真是不明白 自己以前是沒試過那麼恨吃洞友的 宇花公主的兩姊妹雙眼也有點放光 連聲公主看著這個洞友 慢慢站起來 突然小魚大笑著說 哈哈哈哈 真是想不到 不可一世的宇花公主 現在連人家丟下地的東西都撿來吃 真是有趣有趣 連聲公主一聽起來整個定型不懂得動 但他仍然是眼睛睛睛地看著那個洞友 笑了 在他笑著說 然後說,嗯,好甜啊,好香啊,好香啊,看來一個人臉皮厚得多好 說到這裏,另轉身就望著蘇英,又會說 你臉皮和我差不多那麼厚,這個陸友,這樣吧,分一半給你,好嗎 蘇英忍不住笑了一笑,她說,哎呀,我有時真奇怪,一個人把嘴這麼壞,她心也會這麼好 小魚把剩下的那裏,又是紋了兩紋,然後站起來,走到儀花公主的面前 笑眉眉地把半邊的那裏就遞過去說,嘻嘻,這一半是你們的 我知道,你們絕對不肯吃別人扔落地的東西,不過這半的那裏呢,是我公公正經送來的 好呀,你們可以放心吃啦,儀花公主就來望我,我望你,過了陣,連聲公主忍不住話了 你,你為甚麼事要這樣做呢 很簡單而已,一個人都快要死了,還能夠保持自己的身分,這種人我真的很佩服 小魚真的大方呀 好像她剛才吃完一百個傢伙來 將剩下的那半個送給人家 掃蠅呢 將那半個傢伙也撕開兩邊 她說 你既然已經將這半個傢伙送給我 就只是我的 我當然也要送一半給你 我不想 你那半大過我這半 我要你那半 我若生個兒子像你 就慘了 實聽給你們兩個 擊死為止 此之 永遠高高在上的怡花公主 也漸漸變得跟凡人一模一樣 小魚兒到這時候 才覺得 他們原來也是一個人 也是有人的各種需要 也有人的各種感情 甚至也有眼淚 現在 他們肯不肯把秘密說出來呢 掃蠅觸一觸眼 細細聲地說 我們現在 難道真的連一點希望都沒有了嗎 小魚也壓低聲 她說 我們若過沉得住氣 我們靜靜等死 或者 還有些希望 既然靜靜等死 還有什麼希望呢 魏無牙要我們慢慢死 再要我們痛苦 發狂 甚至自傷殘殺 因為唯有這樣 她才能發誓得到 但是我們現在 都很鎮定 我們如果就這樣靜靜死 她一定不甘心 一定還有另一種做法 那我們就有機會了 所以 我們現在 就一定要想個法子來逼她 是不是 那儀花公主呢 來她們都幾開一下 聽不到她們在說什麼 過了一陣子 這件小魚突然站起來 向她兩姐妹公公敬敬 行了個禮 然後長嘆一聲她說 唉 唉 我江小魚 能夠跟儀花公主死在一起 葬在一起 唉 真是有緣了 現在大家反正都快死了 我們昔日的恩怨 也應該從此一筆勾笑 對了 你們為什麼 一定要花無缺殺我 究竟有什麼秘密 我都不想問了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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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花公主搞不清楚 她為什麼事 說出這樣的說話 唯有張大雙眼看著她 等著她說下去 小魚而言 現在花無缺姊 既然不在這裏 我們看來 也沒有希望出得回去 我求你們 讓我快點 舒服點 死 死我不怕 但等死 真是令我大難受了 好 儀花公主兩姐妹的神情突然之間 也沉重了 小魚一面說 一面偷偷地向儀花公主打透顏色 要如公主折了折 連聲公主偷偷拉拉她三尾說 好 你死了 掃櫻就突然之間說 我這裏 有兩粒毒藥 是藝毛牙準備給她的徒弟用的 咦 我還知道 這種毒藥很厲害 一粒 就已經可以死人了 你死了 我連一時半刻都不想 留在世上了 你難道不知道嗎 那好吧 要死就一起死 免得我在王泉路上這麼寂寞 來吧 就是這時候 藝毛牙出聲 她說 不死得 你們少年 因為 長命一日 做多一日的莫齊 若我現在都死過了 等到太遠望了 小玉兒和蘇櫻對望一眼 甚至想 好東西 她果然沉不住氣了 藝毛牙又說 嗯 你們 若覺得心裡頭患悶的話 喝幾杯酒就無事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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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就算是我送給你們的 盒 盒 酒 嘩 嘩 說話聲鐘 她真的從那個洞裡扔 扔了一個酒瓶下來 小玉剛剛伸手摺著 又是一瓶扔下來 嘩 這麼快 小玉已經抱著十二瓶酒 而且也挺大瓶的 小玉把六瓶酒 放在怡花公主的面前 她說 嘩 還是老規矩 嘩 一人一半 你們若果素來不喝酒 嘩 現在好快點喝兩杯 一個人快死了 都沒試過酒是甚麼滋味 嘩 我告訴你 那就真是枉為人一世了 幾句說話這麼久 小玉已經半瓶酒落肚了 嘩 是正牌竹葉青梨 情向撲鼻 聞到都口水流 連聲公主看了腰瓶公主一眼 卻知道 忍不住 就打開那瓶酒 輕輕地去瞇了瞇 嘩 不瞇更好 一口酒落肚 嘩 覺得一股戀意便直通丹田 跟著全身亂粒粒 還哪忍得住 有第一淡就有第二淡 有第二淡就有第三淡 只見小魚敲著酒瓶 在這裏引擴高歌 唱甚麼呢 君不見 黃河之水天上來 不留到海不復回 唱的呢 就是李白的千年絕唱 張進酒 那儀花公主 雖然也讀過這首詞 但是總覺得 不愧是一個走鬼在犯喉風 現在呢 連聲公主幾淡酒落肚 只聽了兩句 就覺得這首長歌的確氣勢磅磅 故來少有 再等到一曲唱完的時候 連聲公主已經熱血奔行 熱淚盈腔 不知不覺 已經將一瓶酒都喝完了 喝完之後 她舉起酒瓶 她都唱了一份 就都唱了一份 五花馬千金叼 夫爾彰出 完美酒 如同宵曼古宗。 江小雨,來來來, 我敬你一杯, 與共宵曼古宗。 掃應在旁邊看得呆了, 她怎麼都想不到連星公主竟然整瓶酒都喝光, 想不到她變成這樣, 連星公主好像換了一個人的樣子。 夭月公主雖然也喝了兩口, 但見到連星公主連第二瓶酒也喝了一半, 就不理那麼多, 一伸手就搶了她的酒瓶。 好了各位, 兩瓶酒落土究竟又會發生什麼事呢?